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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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新世代大人的時間 現在甚麼都要講智能 除了你的手機之外 如果你的手機地圖 可以放上一部車上的畫面 是多方便 Apple早前推出了CarPlay 不過在香港很少車可以對應 今天剛好來到澳洲 我租的這部車可以對應到 好,儘管和大家玩一下 雖然CarPlay支援以藍牙和汽車音響組合連線 但這程長途車要開8小時 既然都要插充電 那不如直接用USB線吧 當手機插入專為CarPlay 而設的USB port之後 手機會全螢幕出現 CarPlay的字樣 汽車上的畫面就會多了 CarPlay的選項 按入CarPlay之後 會見到不同的應用程式 其實跟一般汽車音響組合都差不多 不過好處就是可以播放你手機裡面的音樂庫 另外CarPlay也支援播放Podcast 有音樂、有Talk Show 駕駛長途車都不怕悶 CarPlay主打的當然是導航的功能 不過原來CarPlay不一定要用Apple內置的地圖 我們可以選擇用Google Maps做導航 除了可以用手機輸入目的地或者選擇我們預設的位置之外 當你開車的時候不方便打字 一樣可以用語音找到上去的地方 接著就會出現附近的Coast超級市場給我選擇 之後再擴認 導航就可以隨時開始 由於畫面比一般電話大 所以資料的顯示亦都比較清晰 駕駛就自然舒服一點 另外由於主要地圖已經在車上的畫面顯示了 手機就會同時顯示行車路線的資料 等司機停登位的時候 可以看到接下來幾個街口要怎麼走 都相當貼心 回家的時候 想傳個WhatsApp給家人知道 又可以不可以呢? 等我在CarPlay開個WhatsApp應用程式 你想我讀出你的訊息 還是編寫新訊息? 編寫新訊息 我需要取用WhatsApp資料才可以執行 那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想傳給誰? Alfred 內容是甚麼? 我現在正在返回你 我現在正在返回你 你傳送給Alfred H.K.的WhatsApp信息內容 是我現在正在返回你 是否可以傳送? 是呀,可以傳送 可以,傳送了 先看訊息吧 真的相當準確 不想傳WhatsApp? 一樣可以打個電話 Mac,iPhone 好了,我就到站了 目的地在你的右邊 想知道香港有甚麼車出廠的時候已經支援CarPlay 可以去以下的蘋果官方網站看到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訂閱我們 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說到這裡 拜拜